烟雨服务中饰演秋烟的女主乔欣宇饰演良意的徐正希接受采访时 耿直乔妹谈起男人的问题说道 男人们不要老提出问题要解决问题 男人们非常奇怪 他们并不喜欢待在家里 普通的要嫁入好人家的平凡女校 但他们却想要把一些独立闪光有能力的女性娶回家之后 再把他们困在家里生孩子 这是为什么 一边忘恨一边看向身侧的徐正希 吓得许只能尬笑点头 啥也不敢说直接出镜了 乔妹简直把男人看得透透的 耿直发言一语抽中广大网友的心声 但是敢这么直接说出来的人可能没几个 只能说乔妹威武 乔欣这样的清醒发言也真不少 之前被记者问起 现在的人都是怎么平衡爱情跟事业的 乔欣一脸真僵 现在的人就又有事业又有爱情了吗 还有轮得到怎么平衡吗 有哪样就搞哪样吧 脱脱的人间倾向 网友们纷纷点赞说 他把我想说的都说了 只能说乔欣真的是好勇好感说 贼清秀一人 我们下期再见